HELLO 大家好,我是 PCM 的 Adam 現在我身處台灣華碩的總部 看到我後面的背景就知道 今次來就是為了這一部最新的華碩 ROG Phone 2 今次這部新機有多好玩呢? 我們馬上試試吧 ROG Phone 2 是第一部用了 Snapdragon 855 Plus 超頻版處理器的電競手機 速度是 2.96GHz 同時圖像處理器的速度亦都提升至 675MHz 足夠行到一些較大食的手遊 這部機內置了 12GB RAM 和 512GB ROM 螢幕用了更闊的 6.5 吋 19.5 比 9 面板 而且 Refresh Rate 去到 120Hz 反應時間是 1ms 觸控感應是 240Hz 即是一按就有反應,不會有延遲 打機就知道這件事很重要 螢幕亦都有平下指紋辨識功能 而且還內置了 6000mAh 大電 所以機身比上一代大了 闊了和厚了一點 但整體來說,對打機的體驗亦都好 ROG Phone 2 支援 802.11 AD Bluetooth 亦都是最新 version 5.0 還有 NFC 除了一個 USB-C 之外 機身亦都有一個自家專用的 Customers Connector 用來接駁外置配件 講到配件,今代 ROG Phone 2 亦都有很多配件 其中 Aero Active Cooler 2 空氣動力風扇 是會跟機送賣的 這個風扇比上一代剩下四倍 而且亦都有一個 USB-C 和 3.5mm 耳筒插頭 還有一個會發光的 Logo 打機的時候就夠了 另外還有一個必買的配件 就是這個 Gamepad 跟一般遊戲機的手掣一樣 而左右兩邊的十字掣和東固定都可以拆出來 裝上去專用的機殼之後 就可以把 ROG Phone 2 變成整部 Switch 打機 這個 Gamepad 還有三個接駁方法 首先就是用 Bluetooth 來接駁 ROG Phone 2 然後手機就可以接駁電視機 這樣你就可以坐在沙發 只拿著手掣看著電視來打機 第二個就是用 RF 原來 Gamepad 隱藏了一個 USB 的接駁 將接駁上 console 亦都可以用來打機 最後就簡單直接些 用 USB-C 就可以直駁電腦來打機 真的一掣多用 值得留意的就是 這個 Gamepad 還會多了一組 LR 和手柄位的一個掣 打機的時候就會爽很多 好了 好 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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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